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站 这个Flux Pro这个网站呢 可以让各位免费的去跑这个Flux Pro模型 这个Pro模型呢 黑森林工作室他们是不开办的 是要付钱用API才可以跑 然后这个网站可以免费让你跑 那这个呢,一样在这里你可以点这里 然后这里就可以注册登入 用Google账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网站要怎么操作呢 其实很简单 它在这里按这个Create就可以神图 然后这是历史 这是你喜欢哪一些图 然后这是书签 然后这个Safety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以决定你要显示这些 画做到什么样的限制这样 像Safety就是安全嘛 不会有那些NSFW这样 然后这就是中等 就是衣服可以比较性转一点这样 然后这成熟又成人 那这个呢就是一些血腥猎奇的这样 反正就越往上呢 限制越宽松啦 那我直接跟大家说这个Create要怎么用 其实很简单 大家点进来 这里就是提示池 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里呢 可以调节你要的画布尺寸 这样 你看你要1比1还是16比9都可以 然后一样 这里就是说 你想要伸出来的图的等级是什么 反正呢 越往上呢 就是越没有限制这样 它越往下呢 就是越安全越合家观赏 那我们这里呢 通常呢 我们自己在跑都是20 那它这里预设是25 就是跑起来没有差别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这个呢 我们在自己跑的时候 通常都是3.5到4 这里是3 那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用它预设 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 那这里就是说 你一次要跑几张图 那我们一次跑一张就好了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 你有20点的这个额度 那每六个小时呢 就会补满 这样 你总共就是20点 那每六个小时 就会补满 然后我们可以来 跑一张图看看 看这个 跑一次是空了多少额度 那这个图呢 你如果不知道 要怎么跑的话呢 你可以叫Triple GPT 帮你生成提示词 这样 那我们就叫Triple GPT 帮我们生成提示词 然后它这个跑的图呢 非常的快 15秒 有没有看到 真的很快 它这个很快就出来了 好 这就是它的图 可以看到效果真的很漂亮 然后这里就有它的提示词 这样 你也可以复制提示词 那我们可以看到 跑一张图呢 是扣2点的额度 也就是说呢 它会有20点给你跑 那你20点扣完呢 它六个小时以后 又会补满 那你如果没有扣完一样 它就是每六个小时 就补到20点 那样 所以想要使用的朋友呢 可以去玩玩看 然后呢 你如果没有Triple GPT帐号 也没有关系 这个也有这种提示网 这种提示网呢 一样你可以就是 去决定 点下去你要 什么样的提示 比方说我要 我要 瘦容女孩这样 然后我要一个修女 然后成熟 这样也可以 这里也就是有头发这样 这里有头发 也有脸 你一样可以在这里下去使用 使用看看这些提示词 然后再把它复制过来 都是可以的哦 也可以这样 然后呢 它比较敏感 你如果用Girl呢 它就会说你要不要换提示词 换成female或者是woman 就比较成熟的提示词这样 因为他们欧美呢 比较有那种儿童保护法的限制这样 而且用Girl呢 比较容易跑出这种就是2D的风格 那我们可以改一下 好我们可以一样也是复制那边的提示词挂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提示词比较少的话呢 它相对的扣的额度也比较少 然后我们一样也可以再来换换看尺寸 看它扣的额度到底是扣多少 我们现在来一个长方形的图看看 好了长方形的图到底是扣2点 意思就是这样 这就是它每天免费给你使用的额度 且用且珍惜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取消 然后它有说其实这是一个公开测试的一个网站 就让它去测试这个Flo的模型这样 那如果大家没有灵感要参考也可以 这里有很多人的画作 然后你也可以去选卡通或者是摄影风格 这里都有大家都可以去参考看看 然后你如果要看提示词的话呢 直接点进去这里就有提示词了 这样 这样 像 有没有 这个提示词很多 看起来就都很完美 因为其实Pro模型呢 Floss模型它自然语言能力非常的强 那如果用自然语言做出来的呢 其实都非常的漂亮 真的其实都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如果呢 你觉得呢 就是你不想只看这些 就是合家观赏的模型呢 自己再去调这个Savity 自己再去把它打开 我这里就不开了 因为这里开了之后不好看了 所以如果要看人自己再去这里点下去就可以了 再试看到 这 nova情依然我们再去这里 再试试不清